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仍然有大量养分残留 经过发酵处理后 对新芽的萌发生长 促进作用很大 具体的使用方法并不复杂 将收集好的中药渣阴干 然后装入空塑料瓶中 加入适量水 为了防止发酵时产生异味 可以放些橘子皮 最后将塑料瓶密封 放在炎热渐光的地方发酵20天 用的时候取上层青液 对水稀释10倍 每月给芦荟浇两次 而残渣则过滤出来 掺盆土里使用 补充养分的同时 还能优化土壤结构 让土壤更疏松透气 这样养出来的芦荟 叶片肥厚又翠绿 越长越好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